第七十集 福长们,口口声声,圣志派这数百年间,法展如何蒸蒸日上? 哼,门派实力也不是吹出来的。 你的弟子要能击败老夫这两个小辈? 老夫就承认福长们所说,马上离开。 思变态看出浮游二人的犹豫,更加多多紧逼。 到了这个境地,游千人也是骑虎难下,明知道自己最厉害的弟子身受重伤,直言推脱反而给对方放肆攻击的机会。 以思变态的眼力,不可能看不出,底缠上姬幽谷,银子张三人都有伤在身,他分明是不怀好意,想趁机捡便宜。 底缠上咬牙切齿就想冲上去,猪猪死死拉住他低声道。 不要,你出去就中了他们的技了。 他也是有心说给银子张机有鼓听的。 时应率咬了咬嘴唇,抬头对游千刃道。 请师尊允许徒儿出站。 这个女徒弟平时一副傻大姐性情,但真要决定的事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。 游千人沉言不语,正全忽然道。 也好,既然宗门祖师有这样的想法,便一言为定。 我那徒儿也是炼丹师,而且正好收服了一只火星灵兽,便与这七品炼丹师的高族一决高下吧。 他这话一说,不止游千人,听里所有圣职派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他,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猪猪炼丹的本领达到三品炼丹师的水平有余,但是他既无法力,又只收养小猪一年左右,如何可以随便去挑战一个四品炼丹师呢? 他是太过自信,还是看自己的弟子很顺眼,连带跟宗门的人合谋,想吃了圣职派。 猪猪也很震惊,他不怀疑师父的人品,但是师父是不是太看得起他了? 还有,师父之前不是很不愿意小猪出现在两个宗门祖师面前吗? 现在为什么忽然主动提起呢? 四变态奸计得逞,哈哈笑道。 还是郑长老,快人快语。 尤老弟啊,莫非你的胆色,连你的女弟子都不如吗? 尤千任心情复杂地看了郑权一眼,决然道。 好,就比这两场。 四变态假作好心提醒。 采编和钱作二人,下手不知轻重啊,如果不小心生了两位的弟子,两位可不要记恨呢。 郑权神情诡异。 钱作这一场,我不清楚。 采编嘛,炼丹师的灵兽比拼,难免死伤。 到时候,司祖师不要忘记自己这番话才好。 那口气明摆着,认定了蔡辩会输,而且会受重伤。 四变态没想到,他会这般大言不惭,冷哼道。 只要你的弟子有这本事,尽管放手示威,有任何后果,自由老夫一律承担。 不时听着郑权的话,就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,正要劝阻。 没想到,司变态已经把话放出去了,不由得暗暗埋怨,他太过见功心切。 他们对圣旨派的了解都源自苏经之口,并未做进一步考证。 万一今日这两个弟子与圣旨派的人比试有什么意外,看他有什么能力承担。 双方一言为定,首先前奏与时应律比试异常,然后是菜变对猪猪。 前奏一对色眼阴冷地在时应律身上转了一圈。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,乖乖坐我的臂切,我放你一条生路,否则别怪我不懂怜香惜玉啊。 时应律一言不发,随手一洒,数百枚围其其子一样的水晶颗粒散落在地上,有的紫色,有的白色,自动排布成一个复杂古傲的阵图。 乍眼一看,颇有几份银子张,那副七七冰破风魂钉的架势,不过却没有吸收转化灵气为己用的能耐。 前奏冷笑一声。 雕虫小技。 他看得出来,时应律的修为只不过刚刚踏入注击初期,而抛出来的这一幅法宝,顶多算是下品宝器。 他手上有师尊赐下的上品宝器,这种装模作样的阵法对他而言简直不值。 前奏亮出自己的上品宝器,八方雷动计,随手一划。 一道电光向着时应律的方向横扫而去,电光夹带着风雷之声,如果被他击中,只怕时应律马上就要重伤不起。 时应律仿佛没看见这雷霆一击,手指如莲花一般舒展开来,指尖紫光闪动,地上的水晶阵图变换成一圈一圈的漩涡。 电臂眼看着就要击中时应律,却受到怪力牵引,歪歪斜斜,撇了开去,接着更不受控制绕着阵图打起圈来,越转速度越快,电光也越发暗淡,几个呼吸之后,竟然彻底消失了。 前奏连续放出三次这样的雷电攻击都是同样的结果。 心中一脸,感觉自己凭借法器释放出的雷电之力,似是与自己彻底失去联系,被这个古怪的阵图吞噬得干干净净。 他心念转动,时应律这件法宝级别虽低,却似乎很善于消解吸收外来法力攻击,但这需要一个过程。 如果自己亲自操纵八方雷动机,靠近一些快速攻击的话,这法针再厉害,也无法反应过来。 必须说,前奏确实很有见底,只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件事,实用率正等着他靠过去呢。 前奏脚脚下一动,人就凑到实用率身前,局长向着他胸口拍去,速度快如鬼魅。 实应率早知修炼雷系法术的人,速度远非常人可比,所以上场之前就在身上贴了三道灵动符。 看着那一条缠绕着紫色电光的手臂向自己的方向伸来,实应率深深吸一口气,骤然双手骑出我向前奏的手腕。 见到这一幕,圣志派众人齐声惊呼,思辨他笑得幸灾乐祸,周时略觉可惜。 直到小姑娘到底硬迪经验太少,慌乱之下竟然出这样的昏招。 前奏手掌手腕正是雷电之力汇聚最浓厚的地方,正常人躲都躲不及,哪有人主动伸手去碰他。 只有朱朱瞪大眼睛,无比期望实应率这一卧能够得手。 实应率手上戴了他平日练气时用的手套。 这双手套在不久前刚好被他配出的药水浸泡了足足一个月之久。 这些药水没什么别的功效,唯一的作用就是隔绝雷电。 实应率蛮力之名不是假的,让他近身抓住,同级以内无人能够挣脱。 他的肉身力量之强,足以把一只四街妖猪活生生撕裂。 这个猪猪曾经在断仙谷里亲眼见过。 前奏面上得意的笑容还未完全展开,忽然觉得手腕像被钳子钳住了。 眼前一花,整个人像一条麻袋一样被甩到半空,啪的一声狠狠地摔到地上。 摔得虽然很重,但对于驻击中期修饰而言尚可承受。 前奏震惊于对方,竟然丝毫不惧自己的雷电之力,不过很快反应过来。 未被抓住的那只手,举起八方雷动脊,就想忙食应率身上刺去。 然而他刚一动念,惨烈的事情发生了,身下压住的几枚水晶棋子忽然爆炸,爆炸力之强大,当场将他半边身子炸得血肉模糊。 剧痛之下,他浑身发颤,那一挤就没能刺出去。 失去了这一次机会,也永远失去了再次举挤还击的可能。 失应率像上了马达一样,抓住前奏的手,瞬间将他反复摔打了几十遍。 前奏被彻底摔蒙了,其中有几次,他的身体刚刚落地,便接触到那些水晶棋子。 棋子不是忽然爆炸,就是瞬间变成冰刃,狠狠扎入他的经脉。 刺激着他经脉里的真元灵气乱走乱窜,他整个人昏昏沉沉, 没了反抗能力。 变声不测,四变态与邹石冲上前救人的时候,前奏已经摔成了血葫芦。 油千人怕石应率吃亏,也急忙抢上前来想将他带开。 石应率恨前奏口齿轻薄,临走前由不解气,向着他两腿之间就是狠狠的一脚。 一声淒厉的惨叫发自前奏之口,让人疯狂的剧痛将他自半昏迷中刺醒,不过也只叫了这么一声,便又晕了过去。 思变态与邹石一时没反应过来,将前奏接过去一看,已经没了半条人命。 先前被摔打,被爆炸和冰刃所伤虽然不轻,但尚还可以调养痊愈。 最后这一脚,尾石太狠,尤其是对付风流成性的前奏,只怕他日后再想成双修之时都有极大的困难。 思变态要吃人一样死死盯着石应率。 好,好啊,你识出高途,真的好狠啊。 在场所有男性看到石应率,暴力摔打前奏时的凶狠尽头,已经觉得头皮发麻。 再看他这最后一脚,曾经有过的种种奇念,顿时被吓到九霄云外。 底肠上不自在地缩了缩下身,觉得他身体最重要的性别特征似被凉风嗖嗖吹过,一股寒意传遍全身。 他用手肘撞了一下身边,脸色有些发青的机幽骨,吃惊道。 小三儿,我不跟你争了,太可怕了,你以后如何敢跟其他女人勾勾搭搭,他这么一回,什么都完了。 银子张侧头略带同情地看了机幽骨一眼,滴滴说了句。 我开始有点敬佩你了。 放在往日,底肠上听银子张说敬佩谁,那一定会挖挖耳朵,怀疑自己幻听,又或者打亮一下天空,看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。 不过此刻,他深深地觉得,机幽骨确实是值得敬佩的人,谁敬佩他都是应该而且正常的。 没人会想到,前奏一上场会遭遇如此惨烈败迹。 实战斗法本来就很容易出现各种意外,往往一个判断反应失误,就会造成完全颠覆的结果。 四变态握紧拳头,他恨不得当场杀了石英绿,但是刚才当众约定鄙视生死各安天命,自己杀了他,不过是一时痛快,却很可能在道心上留下裂痕,实在得不偿失。 他咬牙切齿,缓缓地将目光移向珠珠。 四变态恨声道。 第二场,你不会有这个好运气。 布什眼见前奏竟然惨败在一个刚刚注击没几年的年轻女修士手上,心中的布祥感觉更加浓郁。 他伸手扯住思变态,示意她不要太过冲动。 郑泉看见他们小动作,却火上浇油地笑道。 我看这第二场,还是不要比了吧。 宗门几位难得到碧派一游,两场惨败,几位精英弟子重伤回去,恐怕也不好交代。 太上宗门与碧派的和气了,毕竟两家早年,也算是有几分香火之情。 这话一出,不止思变态与布什气得直打哆嗦,连油千人与浮玉也差点吐血。 郑泉这是想干什么呀? 贤猪猪命太长了是不是? 他不爱惜自己弟子,可他们不舍得呀。 本来大胜一场,赚足了面子,布什也似有退意,正好借机推了第二场比试,送他们滚蛋。 反正实力已经证明过了,对方两个园英祖师还要脸的话,也该知道适可而止。 结果让郑泉这么一说,情势急转直下,第二场不比都不行了。 现在只希望郑泉的信心不是盲目自信,猪猪以及他的灵兽足够厉害,真能胜这一场才是好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